大家好,歡迎收看馬迷早晨系列 今天不是講頭場早餐賽事,因為快跑 我因為有事要做,所以今天和Lanna開不了直播 但不要緊,先講下重點 今晚的馬迷早晨不是講頭場早餐賽事 大家記得泥地草地都有的私欄不會壓地 而且因為跑八場轉彎路程 前至內欄的馬都是有好處,大家要留意 後上馬去到1,600-1,400才有優勢 當然要有快步速幫他 未講之前記得訂閱頻道朋友,右下角會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訂閱小鈴 五日六日跑四場馬,跑三個賽日真是拿命 但不要緊,上次頭兩場大家小神仙、電氣騎士中得爽 瞬間看獨贏,那些馬寶三百多元給你們買到洩水 可能不關我買了一千幾百試或一兩千不關事 那些馬寶不會跌水太多 但無論如何大家要知道哪些會容易中,哪些不容易中 為何我和你說小神仙特別厲害 電氣騎士和美麗第一都差不多 中間那隻我無法貼到給大家 但起碼你會知道1.6這兩隻電氣騎士 原來回飛到7.3都會贏 有時當然可以省著來欄,後面飛漲、尾場的大冷門 手機錶霸都是這樣贏 所以有時是要靠形勢 不過電氣騎士真的贏二班,逢速落一千就贏 你不信不信又贏了 對著美麗第一就一樣有賠率 所以大家要留意,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這次賽事哪些是重點 要講快一點,因為場次比較多 但有些放心了,跳過了 這場大熱門是精英勇士大小心 雖然他一出就贏,但那場是一千直路 所以嘉應俊馬、聖托利尼這些相對上均速的馬 就不夠他跑 加了7磅之後又不同了 因為現實中嘉應俊馬和聖托利尼都是同度過終點 而嘉應俊馬的跑法就是一樣 那天大家都知道有得那麼多 後上會有得那麼多在直路有優勢 所以前置的標之宇宙已經作為一些落飛的馬都贏不了 甚至乎前置的東升月或者是嘉應俊馬 或者是聖托利尼 所以聖托利尼這場機會比嘉應俊馬更大一些 C蘭轉彎路程派十方根本就很吃虧 上次一檔當然也是吃虧 但黏地已經減低效應 你說一出會不會再出再贏呢 也有機會 但1200大家都未跑過 聲托利尼擺明是1400、1600馬 他一定較好 雖然你說三歲馬都要讓多些磅 但上次也是 上次他不是三歲嗎 上三歲然後兩歲 其實兩歲馬是有些好處的 去到季尾 很可惜就是跟著年紀牌的話 你會見到由節節有福開始 去到最後那堆馬 除了嘉應俊馬之外 大底上都沒有太多跑過的也好 未跑過也好 不是好像有些能力的馬 所以你說要一出 例如你要自在福星 或設置有福 不是不行的 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這些大家要記住 至於聖托利尼 當然很值得大家去試 WINPay 因為他真的跑過千熱 在我身後這場 他千熱輸短頭給童德威 你就當他是童德威這樣跑 而且他也不用什麼重磅 這隻超好處 我覺得你嫌熱 你可以試一下 不用位置Q Q膽都可以 欠著你那隻有沒有第二 或者劏他自己變第二 我想很難找兩隻 一檔 尤其是私欄根本太好處 這隻大家可以留意 至於第四場其實是亂局 所以是泥地 算了 我們過了 第三場是5,600 也是 雖然之前你說不是 喜愛線又出 世榮你貼過的 之前很冷的 也有五點多倍 連續兩次跑進來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貼多兩次之後 今次就要放離他 因為內外檔很遠地 都試過不行就不要搏了 當然有些好黏到不黏的 無敵精英 那些不好試 前面的馬又不是特別厲害 譬如美麗多型 後上的危險性很高 所以這場 我會建議大家 像泥地那一場 這兩場五班 都沒有投注價值 甚至乎連連勝利 本來我都想過 但你泥地千二 上次的三貼追上來 其實你和凝道包 那些不是很厲害 都不是差太遠 一隻夜日獎 那麼差都彈掉你 你厲害的有限 這場都是危險的 所以給我 我就不肯了 跳下去會好些 至於第三場 也是屬於比較亂局的場次 至於第四場 跟開的新強複營 遠地輸一次好地 放頭欠我一局輸一次 但不要緊 那次我們中了自強不識米 對鋒面 大家記得 那次氣管又談你抹了它 上次賽後報告說 前一次放頭都不是他想想的 對的 今次十一檔又是蔡明少 雖然都心說的 希望跑回草地會好些 但他死都要跑泥地 可能是減分 但我想說就是 其實他泥地 都可以跟天天同樂跑 他不會不會跑的 而且草地做的時間 沒有花沒有假 跟全城大勝安 萬里那些跑 所以 不像上次入直路 11檔在外面衝 如果泥地不是太利潛之 正常他都追得到 試多一次 不得他都會輸 他都落班 你五班再買 這些沒什麼洩抵 沒有傷患 他不會沒有頭馬交 每次有痰 你就當他穿甲鷹 另外 很實證會贏的 擺在五間馬經那些 這些天天灑落就是了 上次前快後快 記不記得我貼極速贏 搶一條頸 就騎了 湯普新外檔 我都要貼 你想想 多嚴重 這兩隻今天都會再出 所以兩隻都要貼 這場的時間很快 所以大家天天灑落 這隻是前快後快 唯一一隻反捕速吹勢不斷 全日最底就是這隻 他比之前牽王家庫 跑第二的快捕速不斷 因為之後就贏了三個馬 他在黏地上 但他更厲害 因為這些三歲馬 他還懂得進步 牽王家庫不會的 是否老了 中年 所以這場很高 連同場這麼差的對手 金榜之勝 竟然是大熱門 飛雲機會來了 不過羅庫泉的馬 經常落飛 有甚麼方法對付他 對 這場新強福贏 一格孖寶買下去 你不喜歡機械騎士 這些儲類馬又是熱門 你都可以試試全餐 或者有意外驚喜 閃耀威龍 高進鳴區有拍頭 不一定不行 不過我會說 這格我會買大些 熱門那十隻 除了熱門那十隻 我都買全餐一炷 細小炷的 天天灑落 其實天天灑落 沒有第一也有第二 不要跑錯就行 學債要不會走三碟 五檔走三碟就值得 下四有甚麼呢 描述高過終於跑到1400 上次提供給大家 駁他可以1600 放到前面走 結果他沿途都被快放的毅力頂住 結果沿途走三碟 兼夾快步速一分十秒四很快 這個是三班1600快 都快的時間 何況他跑四班 還要走外跌 沒辦法 夾八檔 這次九檔 這次沒有快馬 不用怕 而且這隻馬 只有1400 力 1600他不到 輸給龍城強壯 那次 一模一樣樣 跟剛才介紹四班1200 天天灑落 一樣 他都是反捕捉趨勢 這些1600染養的馬 跑1400 其實很好分憂 有20倍 你怕他輸 不放太快 後面追蹤 就是聰明導彈 八歲 不要覺得別人不行 另外就是超好運 貴尾通常是老藥殘兵 贏 朗庫泉 如果前面天天灑落油 這隻和馬防媽寶 當然是蝕水 你可以win過 這格就要win過關 如果你買馬防媽寶 他會蝕水 上次都是賺了些形勢 追到瞄選高果 不過私欄後上是有點難的 但勝義那些14檔太難贏了 所以富喜來那些都是 絲難外檔 1600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唯一有危險的 是喬風那場的標之將來 但相對上的危險性會比較低 瑞一、蝦大少那些 不是沒有機會的 但前面這兩隻比較低 你待會拿天天灑落 下射馬寶 不知幾爽 下十幾二十倍 U.M. 經常說那些 一千兩千元馬寶 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天天灑落 我猜會落飛 所以都不會 可能都是那些六百元馬寶 就算開到瞄選高果那麼冷 第七場都是亂局 其實這場應該先擺三場 不過亂局還亂局 有個很好的指引給大家 就是童德威是一隻很難贏的馬 因為上次他贏星托里尼 是在新馬賽 那個時間根本不是特別厲害 斷速都不是特別出色 你看一段時間 21秒多這麼快 兩段加起來 44秒6 44秒6 44秒7 這些在三班 很容易會三甲 但會難贏 除非他真的大幅進步 但你說大幅進步 都不是不行 始終這隻馬未輸過 無緣無故飛了人又不對 試其他WIN是值得的 試其他WIN下射或上射MARB 是最好的選擇 為甚麼 因為你下射MARB 你怕童德威湯 你可以買回Q拖 另外其實揚工用士 他都是賺快步速 好像手機標架一樣 你會說手機標架剛剛贏完 這些都是屬於強組 都同意的 而且他都是屬於快時間 但他受惠的步速太多 這樣追上來贏其實是賺了的 你看周俊諾都不能騎你便知道 周俊諾又沒有停賽 你說是不是三班千四局鬼上身 所以騎不到姚本輝這隻 都有可能的 但無論如何這場其實是亂局 你不買同德威試其他WIN都可以 不過我就不會買太多了 建議大家不要投注 另外這隻極速贏 剛才說過了 天天灑落那場 竟然有十一倍當務生 可惜賣門一部輸給自己動日星 我真的覺得有點可惜 這麼快步速 為何動日星不斷呢 五彭智的增勝心真的很大 就算了 有你影贏也有你影輸的時候 要得湯神十一倍也是正常的 但留意一下 前四隻彈掉了後面非凡達 觀天拿那些雖然不太厲害 但時間非常出色 他受惠後上 但沒甚麼加綁 今次當位更好些 不要走那些三疊就可以了 剛才跟大家說過 中聯馬大細智庫 輸給安康魚 然後立即保重 這些就是反趨勢馬 好像天天灑落那樣 但天天灑落比較厲害 因為對手差一點 他還有進步 這些六歲馬對手下次保重 沒有安康萬里當然是保重 你對著波外先鋒 超越民區的水皮 但問題就是你看看他快放一樣不斷 所以會不會在四班還可以贏一場呢 他多六磅還有機 你不要亂飛這些馬去 但極速贏 如果你看到場地施難好 你後上而方頭 極度不利的時候 其實極速贏是過得到大細智庫的 然後後面那三場全部都是熱門 別想了 別走去搏冷 耳戰上升都沒有輸過 他那些沒有輸過 他那些沒有輸過 明顯比童德威更厲害 童德威更多 童德威是新馬賽 即是處女馬賽 你當是沒有輸過 別人這個耳戰上升是四班沒有輸過 還要後面精選威再出有批 雖然這場可運死掉水準很低 但這隻馬進步太快了 他跑三班 我都不敢說他不行 這場他贏頭馬1分08秒7 其實是很可怕的 為何這樣說呢 你看看另外四班1200 老班精神彈掉來贏 都是1分09秒3 後面那隻已經說1分09秒87 1分09秒87 和1分08秒7 大哥他快了一秒 即是快六個馬位 大家同班 四班1200 那豈不是很厲害 你不相信看二班 都是1分08秒27 那隻還沒輸過 近五次 合火奔馳 你就知道這個時間 抵他過兒 抵他過兒 我都說抵他過兒 所以這些馬你不要博他輸 另外 安安曼利 跑千四就證明多些 不過 升上班 我就想 他那次有些步速才能追到 其實移昌騎兵理論上 不是那麼厲害 大細似乎都是四班強的 不是三班 滴上三班都是跑灰 所以你過去半個馬位 上來就應該不夠以線上勝跑 但是 劃分兩頭 太多馬 太多馬試過千二上千四失手 當然蔡漢這個位置很準 他每次都是升班才增程 等馬輕綁過下才增程 所以粗足來計 這些馬都是會贏的 如果有兩倍 也沒有兩倍 如果有過百 樓上也不要飛去 我認為他贏面 如果這隻過百 這隻三倍 那他的過百 都比萬里三倍 一折 一折 不是少少 所以不要隨便飛去大業務 還是給回紅色 不要隨便混淆 尾場是一隻 雖然能力上老班精神都高 但是他的時間 剛才不是說過 是同日來的 1.9秒 3.7秒 彈掉了 但他其實比以前上升很多 他這個彈掉 是令他加分加很多 好運和好運寶貌很差 所以加多了分而上來 其實是虧底了 你對著福星 大家都跑三班千二 人家福星兩邊 有一輪是很輕鬆 健康快車大財 但大財都是多折的 雖然他的表現沒有 我們想像中那麼穩定 但這些馬都很強 尤其是這場 他有點蓋 光年80 我猜這場 星仔都是在十一檔 局級出來放 反而你內檔 你不要預計他放 所以這一場 他有些暴促 就算他不放 老班精神都擺前走 難道留嗎 兩隻都擺前走 福星拉斯就有機會追到 這隻比較強 所以這些 他最多追不到 老班精神就開大2Q 所以不要特別薄冷 你可以試試同場和訊 但同場和訊 相較豬老班精神 已經是再次一點 因為他再要加磅 尤其是心仔有時放頭都瘋了 不過三檔好一點 最多都是頂住老班和光年 看看他怎樣跑 他要Cover位 福星就在裡面頂住了他 所以他應該會走二疊 同場和訊 其實和福星可能會串Q 拿9拖35 尾場雖然熱一點 駁冷就試試光年80 雖然我覺得機會是小一點 刑造早創也行 但你會發現來來都是熱門的 所以就不太划算 重點不是這兩隻 如果五街馬經你要我介紹兩隻 要麼第三隻就是極速贏 跟著耳墊上升 第一隻一定是天天沙落 這三隻是特別好些 大家就要記住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長話短說了 都說了20分鐘 以後大家會贏多些 其實記得要追蹤 雖然這幾隻都是這幾隻 不會怎麼轉的 但有些譬如沒有 我拿捏不定那些 我最後會有個定案給大家 那隻應該是好些 我們晚一點 我們未來星期三賽事再見 拜拜